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校教育只会关注学术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培养 却忽略了理财技能的培训 也就是财商教育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财商 我的每个爸爸的习惯都不一样 我的穷爸爸经常讲的是 太贵了 我买不起 而我的父爸爸禁止我说这样的话 他坚持让我讲 我如何才能买得起呢 这两句话 一个是陈述句 另外一个是疑问句 一句他让你放弃 让你成为穷人 而另外一句让你不断地想办法 让你创造 让你成为富人 我的穷爸爸告诉我说 我不富有 因为我有很多孩子 我的富爸爸告诉我说 我必须富有 因为我有很多孩子 我的富爸爸告诉我说 贫困和破产的区别是 破产是暂时的 而贫穷是永久的 我的穷爸爸却跟我说 我对钱不感兴趣 钱对我来讲并不是很重要 我的富爸爸却告诉我说 金钱就是力量 一个爸爸需要我努力学习 获得学位 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够找份好工作 他希望我能成为一个专业的人士 例如成为律师 会计师 或者是去读一个商学院 读一个MBA 而我的另外一个富爸爸则鼓励我去学习如何成为富人 让我了解金钱的运作规律 并且让钱为我工作 我不为钱工作 让金钱为我工作 这是他每天都给我输入的潜意识 因为选择不同 命运也就不同 钱是一种力量 但更有力量的是财商教育 钱来了又走 但是如果你了解钱是如何运动的 你就能够获得驾驭他的力量 你就能够开始激励你的财富 活出你自己全新的人生 我的富爸爸给我讲的六门课程 是这六门课程让我变成了亿万富翁 让我实现了财富自由 第一课 富人不为钱工作 富爸爸告诉我说 穷人和中产阶级他们为钱工作了一辈子 变成了钱的奴隶 而富人是想方设法让钱为他工作 那第二课为什么要教授财务知识 那第三课叫做关注自己的事业 那第四课叫税收的历史和公司的力量 那第五课叫做富人投资 第六课叫做学会不为钱工作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这本书买回去好好看 富爸爸熊爸爸 周老师向你楼楼楼推荐